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吵闹 柳青在旁边指手画脚 徐庆看着就别扭 所以口出不逊 他这人心直口快 没那么多弯弯绕 直接走就撤个 柳青开始真生气 可他转念一想 走也好 就这陷空岛现在都乱成什么样了 自己之所以迟迟不走 就是因为白玉堂身旁没人 那么又是朋友 得禁朋友之遗啊 不能看着白玉堂一味的胡闹 关键时刻那自己肯定得出手拦阻 现在好了 徐庆回来了 你们是结义弟兄 徐庆也是这陷空岛上的人 行了 你在这儿 我正好救坡下 我走了 等待一会儿白玉堂闹得再重 他就把这陷空岛烧了 跟我都没关系 走 跺脚离去呀 白玉堂可急了 柳兄 你不能走 怎么 你是宝人哪 这赌还没打完呢 眼看就天亮了 时间一到 斩玉堂倒不走这三宝 我算赢 他算输 你是中间见证人 你可不能走 柳兄 站起来伸手就抓 没想到 这一抓呀 没抓住 柳青走得也极点 白玉堂是怎么回事啊 这酒喝得太多了 手脚没那么利索了 哎呦 往前这么一扮 没抓住 看柳青 他叮叮叮叮叮 出去了 那白玉堂都没让啊 他要跟出去 把柳青给截住 柳兄 慢走 绕过这椅子 他出来了 出来之后到这门口 没留神 脚底下这门槛 差点把他给绊住 哎呦 往前这么一咧去 柳青没管他 这时候从旁边过了一人 这人一伸手 哎呦 五弟 慢点 慢点 干什么呀 喝这么多酒 再把你给摔着 快回来 回来 回来 一会儿我让人把这位柳爷给拦住 行了 行了 都是朋友 快快快 白玉堂眼瞧柳青走远了 他这么一看呐 掺他这人 是双侠大爷丁兆兰 哎呦 丁大哥是您的 哎呦 我这酒喝得有点多事啊 我就看出来了嘛 要不你不去这人 回来 回来 把白玉堂给扶在这椅子上了 哎呀 白玉堂坐这儿 喘了喘粗气啊 哎呀 他都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就刚才丁兆兰掺着他 回这椅子上 就这几步之中啊 人丁兆兰这手下意识的 就奔白玉堂腰里去了 感情 白玉堂这腰里啊 一直戴着展昭那口聚雀宝剑的 丁兆兰这么一掺下意识的 人家把这剑摘下来 别在自己腰上了 白玉堂都没发现 哎 哎 一劲喘粗气啊 行了 行了 老五 干嘛生这么大气 气大伤身 是不是 那柳青是朋友 这不是你三哥吗 跟你的哥哥朋友们 何至于这样的 闹得鱼江水不合得多不好啊 丁大哥 您不知道啊 刚才您是没看见 我三哥他 哎 不对啊 白玉堂猛然之间他想过味儿来了 他又看了他眼前站着的 双侠大爷丁兆兰 丁兆兰不是让我困在八卦如意宣吗 他怎么出来了 我说这 这 丁大哥 您这是 白玉堂不好意思了 怎么想问您怎么出来的 话到嘴边就咽回去了 那肯定白玉堂说完之后 人丁兆兰来说呀 你怎么把我关进去了 这话没说出来 您怎么 哎 丁兆兰笑了 五弟 别说了 都是朋友 干嘛那么较真啊 那丁兆兰说这话 有所指啊 不知道白玉堂听没听出来 白玉堂就觉着现在有点晕 哎哟喂 他想不明白 这丁大爷怎么出来的呀 哎 丁兆兰看出来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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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给你击个好点的 五弟呀 还说我刚才那句话 都是朋友 你这陷空岛 五鼠弟兄 以异字当先 这都远近闻名了 我们十分的敬佩 那么今天这个事呢 无非呀 就是个小玩笑 哎 之间斗口也好 动气也罢 现在这事啊 总得让他过去 对不对 虽然说呀 猫鼠之争 五弟你输了 展昭赢了 但是 这不丢人 什么 白玉堂听完 丁兆兰这句话 他伸出手来 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我 我没听错吧 这丁大爷说什么 猫鼠之争 我输了 不可能啊 他抬起头来 看了看外边 又听了听耕邦 这天还没大亮呢 没到三天头上呢 对不对 而且这展昭 这展昭还在通天窟里呢 怎么兼得 我就输了 丁大哥 不是 我不明白 说到这儿 他站起来了 然后我这桌子 走到盯着栏根前 大哥 您跟我说说 这事我怎么输了 这游戏可没完呢 哈哈哈哈 旁边穿山鼠徐庆笑了 小五位 你也别较真了 你也别不承认 看你这贺一脸的不清楚 不明白 我现在告诉你 为什么说你说了 你呀 回头观看 白五爷回头这么一看 可把他吓坏了 就看在桌岸旁边 这儿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玉带兰山 英姿萨爽 手里边拖着开封三宝 白五弟三宝 已到我手 呀 白玉堂认出来了 这谁呀 正是南侠客 展雄飞英 白玉堂心中还想 这展昭怎么出来了 他在通天库里 无论如何出不来呀 再有这丁兆兰 这这这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咱上回说说了 徐庆跟二爷丁兆会 上了陷空岛 兵分两路 徐庆这边伴住白玉堂 丁二爷那边就动手了 压着白府 就把展昭给救出来了 那么救完展昭之后 去救大爷丁兆兰 结果到八卦如意轩里 这么一看呀 丁的爷不在 这真是个意外 这丁兆兰已经出来了 怎么出来了 您想 丁兆兰被困如意轩 他在心里别扭 说我是干嘛来的呀 我是给你们调停来了 是 我为了我这媚障 是亲三分 向事火热死灰 可我不为你白玉堂好吗 对不对 两家这么多年的关系 我也是让你悬崖勒马 那我来这不是为这个吗 所以呀 我准备一车的话 我想跟你讲道理摆事实 你可没想到 好 把我也搁这里头了 我出不去呀 那么时间一长 丁大爷坐不住了 好在这里边转来转去 他这挨个摸呀 又摸了好几遍 他也出不去 人这里设计特好 让你瞧着哪扇门都一模样 八卦如意轩嘛 气得丁大兰呢 就开始骂上了 骂啊 骂什么呀 骂岂有此理 骂胡作非为 骂你们陷空岛 不懂得交情 骂完之后啊 丁大兰心说 我骂也白骂 怎么我关在这里头 我骂谁听得见呢 一点用没有 谁说没用 这骂可不白骂 让门口一个过路的 听见了 看着这八卦如意轩 挺严实的 那上边有天窗 要不然里的人不憋死 丁大爷有练舞的 声音穿透力挺强 搜得一下出去了 赶上这位呢 打门口过 这人一听这里头说什么 岂有此理 胡作非为 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 感觉这是个小孩 蹦蹦哒哒哒哒哒哒过 这小孩谁啊 这小孩啊 就是钻天鼠如芳的儿子 卢真 陷空岛卢家庄的少庄主啊 卢真这么一听 这声音 怎么这么熟悉啊 想了想 这小孩啊 记忆力强 他想起来了 这不是墨花村 丁大叔的声音吗 我问问吧 里边的 是不是丁大叔啊 丁兆兰也听出来了 这唐音挺重 这 是 是卢真吧 是我呀 您这么在里头 哎呀闲职啊 快快把我放出去 哎 您等着 卢真 少庄主啊 他身上没有钥匙 但是想找把钥匙 太容易了 随便找了个管这事的人 快点 钥匙拿来 哎呦 不行了 这个少爷 五元外说了这里边 我跟我五叔说 开开 打外边 捅开锁头 卢真进来了 进来之后一看 真是丁大叔 您怎么在这里一待呀 您打个招呼啊 嗨 盯着蓝心说 我跟谁打招呼 行了行了 一把拉住 卢真的手 贤侄啊 近日里 你对我有大恩啊 日后 威叔一定答报 怎么答报啊 就是传授决议啊 卢真习武 就在墨花村 这是后话 咱们暗下不提 那么 丁兆兰 打这八卦 如意宣理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正好就碰见 丁兆会 还有战招 双方 兵河一出 将打一加 把钱情这么一说 走 咱们奔 武艺厅 这就来了 现在说出这番话来 这白玉堂他不懂 人也没跟他讲 这里边的原因 虽然不懂啊 白玉堂一看 徐庆在这 他也明白了八九 行啊 展雄飞 我三哥是帮了你了 别看三天一礼 你已经拿到三宝 但是我不服 没人帮你 你出不了通天窟 猫鼠之争啊 我没输 这话这么一说 转招到语色了 怎么 他这人讲理啊 白玉堂说这个也对 没有丁兆会 我出不了通天窟 那我那我来不了这儿啊 那可是我这 他还想跟白玉堂讲理呢 这时候门口有人 大喊一声 白玉堂 兴得无礼 一脚把门给踹开了 丁兆会走进来了 呀 白玉堂一看丁兆会 当时眉毛就立起来了 感情这二位啊 范相 丁兆会白玉堂 长得都挺漂亮 俩人穿戴也都一样 都爱穿白带素 但是呢 这丁兆会 比白玉堂讲理 可是白玉堂 看丁兆会别扭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 俩人青龙白虎 子五相 谁都不能见谁 现在正在气头上 看他进来了 丁兆会 你来了 你来干什么 看什么 你别跟我发活 要不是我妹账在这儿 我都不登你的现空岛 白玉堂 刚才你的话我听起来 你说什么 你三哥 帮了展昭了 你这话说完之后 你就不脸红吗 你不扪心自问吗 你要不让白福 把展昭诱到通天窟 他早就把三宝给盗走了 你就光明磊落吗 这 白玉堂一听对呀 丁兆会怎么知道 白福 这时候他才想起来 白福哪儿去了 我让他去打酒 这好肉包砸狗 一去不回了 哦 明白了 白玉堂这时候 逐渐清醒 他反应过来了 肯定啊 你们把白福给抓住了 丁兆会 我问你 白福在哪 在哪 这家伙作恶多端 让我给杀了 这是画感画气头上 嘴口就说出来了 那其实能杀吗 为了气白玉堂 白玉堂当真了 什么 把我的人给杀了 丁兆会 你问了谁了 你大胆 想跟丁兆会智奔 这时候旁边徐庆一身手 行了 我半天没言语了 你干什么 越说越来劲 老五啊 这事到这就算了了 知道吗 看见没有 三宝已经在人展爷手里头 人展爷为的是公事 为的是包的人 你不能再胡作非为了 在这认个错 就说你输了 这事就完了 这顺白玉堂啊 气壮挺凉啊 那小白脸上边 呸呸直蹦 好 现在没有火 有火一点 它都能爆炸了 怎么 看着徐庆心中暗想 这都是外人 咱俩可一个头磕地上 你这么说我 用手挨个点指 你们这些人哪 何其活来 欺负我 别人欺负我 也就行了 三哥呀 你也欺负我 现在我看出来 这里头 顶数你最坏 你看 这气头之上 说的话不能当真 白玉堂啊 犯这毛病 不光白玉堂 好多人都这样 生气的时候 就拿自己身边的人 跟自己最亲最近的人 当撒气筒 现在他理亏啊 他不能说展昭 不能说丁氏兄弟 那就说徐三哥 对对 这里你最坏 你勾结外人 欺负自己兄弟 徐庆啊 你不够个人 骂上了 这样一般人能听出来 怎么拿自己人出气 说两句就完了 偏偏徐庆没听出来 徐庆这人心直口快 他脾气直 他也没绝出来 说这个白玉堂 这是找台阶下呢 什么 小子 你骂我 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平时可最照顾你 最疼你 现在你指鼻子弯着 也骂你 三哥 行嘞 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我算看明白了 都为自己 你小白脸 你就不是个东西 当初结拜的时候 我没看出来 现在看出来了 你就是个白眼狼啊 你还吃 你还喝 去你 你抬手 把桌子就给揍了 盘子碗 鸡鸭 鱼肉 带酒 撒了一地 徐庆不管了 抬手把刀给举起来了 白玉堂 我批了你 刀就下来 真批啊 白玉堂能示弱吗 武艺高强 看见这刀下来 他一回身 就把椅子给抓起来 举起椅子 卡 椅子迎上去 徐庆这刀也沉点 使得劲也大点 就成 卡 这一刀 把椅子是批为两半 就在这时候 就听门口有人大喊一声 老五 不得不离 白玉堂定睛一看 卢芳来了 卢芳站在门口 正看见里边 这一幕 徐庆跟白玉堂打起来了 白玉堂举着椅子往上迎 所以喊了一声 不得无礼 可就这一句话 白玉堂说 眼泪下来了 说这么脆弱 不是 这事赶到这儿了 白玉堂委屈 他可有话 什么话 我三哥批我没事 我拿椅子一挡 我就算无礼 这大哥也太偏心了 行 你们都做了官了 你们拿我当外人 现在视我如仇寇 大哥原来最疼我 现在他也不像着我了 你们一个一个的 我白玉堂跟你们没反呢 可现在想了想怎么办呢 大哥在这儿 自己什么难听话 不能再说了 跟三哥已然翻了脸了 展昭拖着三宝 瞪着眼睛 看着自己 丁氏兄弟在一旁 冷眼观瞧 我我我 我去哪儿啊 我我干脆吧 白玉堂脑子倒是快 心说这厅里 我可待不住了 我得赶紧出去 怎么出去啊 他随口喊了一声 二哥 快来 可这句话 把大伙真吓一跳 二哥快来 韩章到了 有那么巧吗 人在哪呢 这几位同时回头 哪有韩章啊 可叫这么一回头 打闪认真的功夫 就看白玉堂 一抬脚 把窗户就给踹开了 自己纵身 他出去了 那身法才快呢 白玉堂出去 大伙回头一看 要快让他跑了 咱们追啊 展昭头一个要追 等会 卢方给拦住了 展爷 您太辛苦了 关了您这么多天 是乃陷空倒无礼啊 您呢 在这少坐 看了看 丁兆兰 丁兆会 二位 你们带陪 让展爷休息休息 我去追他 他要去追 旁边徐庆一看 用不着您 我去吧 这么大岁数 在这歇着吧 徐庆纵身出去了 忙歪这么一蹦 卢方喊了一声 老三 可别伤着小五 你放心吧 徐庆拈下去了 徐庆刚出去 门口又进了两位 谁呀 卢方的夫人 卢大奶奶领着卢针来了 卢大奶奶听说了 大员外回来了 之前接到过信 说这哥仨在京城都做了官了 六品效益 好 这祖宗因公不浅哪 你们回来 怎么不看看我们娘俩呀 这家伙 这到岛上 这后宅去都不去 你不去呀 我带着孩子找你来吧 领着卢针往门口一站 大员外 这是怎么了 你是大奶奶那意思呀 虚寒问暖 跟大爷聊两句 现在卢方啊 气壮顶梁 如其当着墨花村的人 咱们这窝里都让人看笑话 现在一看 自己的夫人到了 可找着出气筒了 卢方啊 用手颠织 你个不仙之人 大奶奶一听 这话从何讲起呀 园外 我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不在家 这家里家外 我可都交给你了 你看你把这家给管的 小五胡作非为 你怎么不知道 拦着点 你就光吃饭 你就光看孩子 你给我讲 好 她急了 大奶奶一听 您别跟我急呀 您不在家 她胡作非为 她能听我的话吗 您在家 她听过您的话吗 当初一日 这不是我 翻小茬啊 曾经我记得 有人送给您一匹马 这马长挺漂亮 咱们孩子 卢针翻身上马 想骑一圈 刚上去 您把孩子揪起来 给了个大嘴巴 说这马不该她骑 一会儿呢 五弟来了 夸这马漂亮 您说了啊 五弟你上去骑一圈吧 五弟翻身上马 您当时就说了 这马呀挺漂亮 五弟你也挺漂亮 归你了 您知道为这事 为妻我哭了三宿啊 没您这么疼兄弟的 好 您置我们娘俩于何处啊 现在只鼻子弯瞻眼 您骂我呀 我这还一堆话 瞪着您呢 好 五义厅里 大爷大奶奶要翻车呀 丁氏兄弟一看赶忙 过来篮这边拽大爷 这边拽大奶奶 别吵了 别吵了 还不知道那边怎么样呢 那边啊更乱套 徐庆啊在后边撵 撵白玉堂 他那撵得上啊 那矫程差出一半啊 可仗着徐庆 在这陷空岛上熟 哪有个味儿啊 哪有个坎儿 他都能躲过去 眼瞧着白玉堂 他就追不上 嘴里不断喊 老五 站住 站住 白玉堂心中暗想 我怎么你甩了 怎么办 嘿 好了 旁边有棵大树 一抬手 唰一下 把英雄大厂拖起来 往树上这么一挂 转身行 东南脚下的跑了 这边徐庆不知道呢 在这儿呢 过去一把 衣服哪儿去了 找不着了 白玉堂奔哪儿了 白玉堂奔独龙口了 他心中暗想 我姓白的瞎了眼了 教了你们这一帮朋友 你们个顶个自私自利 置我于不顾啊 行啊 我白玉堂离了你们 我照样活 长言说得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拆收 我白玉堂这一身武艺 走到哪儿 我不混口饭吃啊 将来啊 我拉杆自立 海阔平衣越 天高任鸟飞 无鼠弟兄打今天起 这就算土崩瓦解 跟你们拔香头子了 将来有一日 我实力雄厚了 我再做几个大案子 我好好的寒碜寒碜 你斩玉猫 这猫鼠之争可没完 现在走奔哪儿啊 我就奔独龙口 我得出这陷空岛 白玉堂还想着呢 没准现在官兵 已经把这围住了 你们爱围不围 独龙口有一道飞桥 我从飞桥我就走了 独龙口啊 这地方 那就是陷空岛的边缘 跟对面那座山 隔着一条江 白玉堂不会水 当初啊 他呀 让首席人打了一条铁锁 这边盯个庄子 这边盯个庄子 这铁锁长 拿鹿鹿瓣细下去 平时沉在江底 用的时候搅上来 攀锁过江 这也是自负的表现 现在 志得意满 心中暗想 你们谁也想不到 到了这独龙口这 他就开始摇这鹿鹿瓣 一线一线两线三线 哎 等我把锁链摇上来 白玉堂傻了 怎么 这锁链怎么折了 五金打造 折不了啊 哎呀 白玉堂一跺脚啊 大将拦路 铁锁 崩断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猫鼠之正 何时事了 我白玉堂是插翅 难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